他焊接了中国一半以上的火箭发动机 他突破国际技术难题 驻长征五号胜利升空 将心祝梦 高凤林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人物故事 我是主持人石穹林 2016年11月3日 我国长征五号运载火箭 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升空 长征五号的首飞成功 为我国从航天大国迈向航天强国 奠定了重要基础 长征五号能实现这样的跨越 离不开火箭心脏发动机的贡献 而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火箭总装厂的特种熔融焊接工 特级技师高凤林 就是这样一位为火箭焊接心脏的人 那么火箭关键部位的焊接 到底有何特殊之处 高凤林为什么能够承担起 如此重要的任务呢 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火箭总装厂 特种熔融焊接工高凤林 正在焊接中国最新的火箭发动机 经车间主任拍板 他接到了一个任务 这是一个火箭发动机的泵前发作组件 一直以来产品合格率很低 只有29% 随着中国火箭发射频率越来越密集 改进工艺提高合格率 会提上日程 如果说火箭发动机 我们形象的比为是火箭的心脏 那么我这泵前发作组件 就相当于心脏的绊膜 为了保证这个性能和它的灵敏度 在这种复杂的工况当中 它要发挥这种关键作用 那么我们在这个结构当中 采用了两种氢质金属和一种洛基合金 一种金属 复合而成的 那么由焊接进行连接的这么一种结构 那在这个结构当中呢 我们采用传统的工艺方法呢 是无法实现的 必须采用特种工艺方法 此前这个组件一直采用的是软钳焊 软钳焊的合格率低 一直是个历史难题 在此之前 其他单位对提高级合格率 研究了很久都没有对策 在车间主任看来 要解决这个难题 只有让高峰林出马才有可能 这也强加给高老师 当时我们跟他谈 作为一个特技技师 应该是能解决这些阶段杂症 一定要把这个光弓下来 解决这个困扰我们型号的卡活的问题 学艺的时候 高峰林追着难题跑 总想去解决最难的焊接问题 如今因为在业界已擅长解决疑难杂症文明 航天系统内外的单位 遇到解决不了的焊接难题 总会想到高师傅 因为我们是搞容汉 当时就不想接这个货 那么这个结构是铅汉 铅汉结构 而且是三种材料的 异性接头的铅汉 看起来它还是软铅汉 是铅汉里边的一个片门 因为就这个产品 已经走了很多家单位 都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可见这个任务的难度 高峰林随即组织班族里的最强力量 一气攻关 包括班族里的一名特级技师 和一名高级技师 还专门画出了工作间和设备 可是三个月过去后 一次都没有成功 我们原来在一个地方 这个利用原来的设备 还能生产出 或者是试验出一个两个的 那么后来 这个为了提升这个环境和设备 我把设备也搞成这种 做的控制了 又又找了一块更好的这个场地 但是进去以后一个没成 屡试不成嘛 这个我们主任也是向厂里做了汇报 同时这个传达了厂里的指示 说你必须要亲自参与其中 高峰林只得亲自出马 做了几道饰演之后 他在法座组建的凹槽里 找到了问题的癥结所在 这个的关键就是 它的窄身槽的这种连接问题 为什么连接不上 它连接不上的机理 就是我这整个的窄身槽里边 都是黑的 那就证明它的这种 有效的这种过渡层 没有发挥作用 必须要有一种特殊的手段 来保证这个窄身槽的 它的过渡层的均匀 所以这个问题 这个我们提出了几大方案以后 在相关这个单位的配合下 那么采用了极好的这种控制方式 把这个窄身槽的这种过渡层的均匀性 一下子就做了突破 那应该说 关键一突破 我们再以市值再生产 它连接上 当时这个信息出来以后 单位也很高兴 这个企业领导 厂长听来也很高兴 但是这只是难 这个难关的第一步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像这样的汉阶难点 高丰临遇到了很多 最终在项目认证中 高丰临和他的团队 列出了三十多个问题 并一一提出方案 将问题全盘破解 2014年 高丰临带着包括软千汉在内的 三个项目 赴德国参加纽红堡国际发明展 三个项目破天荒的 全部获得金奖 这在中国是有人超越的记录 2010年 高丰临遇到了一次更大的挑战 在焊接火箭发动机的 头部稳定燃烧装置时 他需要找到一种 全新的焊丝材料 同时必须将焊接停留的时间 从0.1秒缩短到0.01秒 面对这样高难度的挑战 高丰临将如何应对呢 在国际上 火箭发动机头部稳定装置连接的最佳方案 是采用焦粘技术 但是这种技术存在着很大的弊端 会产生老化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航天特种融融焊接工高丰临 一直在设法超越这种传统的焦粘技术 它要如何突破国际先进技术 找到合适的焊接方式 来解决这一难题呢 这个是国际上没有的 这个应该说风险很大 技术要求南边也很多 那国外应该说 没敢用焊接进行连接 应该说也是用焊接连接 存在着很大风险 国际上一直采用的焦粘技术 是一种可行的办法 但是这样的焦水 需要至少一年的时间 才能研制出来 焊接成为更快 更可靠的选择手段 高丰临决定 从选择合适的焊丝材料 开始入手 这些不同材质的焊接材料 都是高丰临通过各种渠道 搜集来的 成功的秘诀 可能就在其中 通过几十种焊丝的筛选 当然每种焊丝 我们要都经过 按照我们的要求 要经过上百次的实验 所以几十种焊丝 应该说下来 我们进行了上千次的实验 一再我们摸索出一种 特别适合这种结构 这种激励的 这种要求的 一种前重进步 除了新材料的选择 它还必须将焊接停留的时间 从0.1秒 缩短到0.0一秒 发动机头部稳定装置的焊接 必须一次成功 而做到所有这一切的 第一个前提 就是眼睛必须顶住 现在最薄的 就在我们产品里边 0.08 就相当于一个 粗头和丝的这么一个粗度 如果说这一个循环 需要我们十分钟骨炸眼 我们就真的 为了适应产品的 这种控制过程 就要十分钟骨炸眼 扎眼 基本上是很难自主控制的生理活动 十分钟不扎眼 是高凤林在汉阶生涯中 慢慢练成的绝技 焊接结结束 新的焊丝材料 完美结合焊接键 但是 焊接是否成功 还得进行切割 打磨 进行一系列的检测分析 才能知道 最终 高凤林成功地 解决了火箭发动机头部 稳定装置的焊接难题 过去几十年中 他曾先后攻克航天 焊接难关二百多项 其中 包括为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参与的国际项目攻签 2006年 高凤林还被国际业界 为以特派专家的身份 督导实施焊接任务 可能很多人都没想到 1978年 高凤林以全校第二高分的成绩 考上绩效焊接工艺 与制造班的时候 他对焊接并没有什么兴趣 觉得焊接没劲 不久之后 学校老师安排了一次 下场参观 同学们来到第一代 亚胡汉工陈济凤所在的 十四车间 这个车间 专门负责火箭发动机的焊接 汉工师傅们 在复杂的火箭发动机前操作 这样的景象 令年轻的高凤林印象深刻 在成为航天系统的 国家级焊接技能大师之后 高凤林希望 将老师傅的理念 也传承给现在的年轻汉工 但是在新时代 航天焊接这种高精度 高难度 同时又与传统手艺相结合的技艺 如何才能顺利地传承下去呢 在首都航天机械有限公司的 高凤林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里 特级技师高凤林 正在给徒弟们上课 2011年 工作室正式挂牌 这是人设部在全国首批 命名的技能大师工作室之一 工作室成立的目的 就是希望以师父带徒弟的形式 将科研与技术融会在一起 但是 如何才能将航天焊接 这种高科技与传统技艺相结合的技能 顺利传承下去 为国家培养出更多航天焊接人才呢 我93年就开始当班组长 那个时候 我这个班组 比我年长的超过一把 个个也都是技术高超的师傅 像那会儿 他们都34岁 也正当年 所以当时应该说 担任班组长的压力也是很大 成为老前辈的班组长 高凤林心理压力不小 思虑再三 他决定还是先以技服人 得现在技术水平上 让老前辈们佩服 才能带好这个班组 做好这个班组长 那么当时我们也是 我们国家第一型的 低温的液氢液氧发动机 焊完了到 我们七大七十先 做冲牙成型 一冲牛裂一冲牛裂 当时给师父也是 急得没办法 当时我们也没有取得突破 当时受师父之邀 了解到原来我们用的 二的部用功 这次用于这种 特殊需求 我们用的马二的部用功 在跟设计沟通以后 进行了一个全新的工艺的构建 以搭建 那么采用以后 这个焊接完成 再拿到我们 这个冲牙车间 冲牙成型以后 冲一个好一个 冲一个好的 就这样 高凤林成功得到老师父们的认可 带领班组成员提高焊接技艺 这期间 有不少新鲜血液加入班组 对于这些人 高凤林要求他们 从学习老一辈汉介师傅的工作理念 和练习基本功开始 最开始练习基本功的时候 也是不是很理解 因为练习基本功非常枯燥乏味 但时间长了 效果出来了 而且效果特别显著 慢慢也就理解了 慢慢对工作的态度 也更加严谨和认真了 高凤林已年近六训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 从事有害工中的工人 可以选择提前退休 但他觉得自己还能继续干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 徒弟们虽然很多都已经出师 但又是在心理素质上 还需要师傅推一把 我们有一个集团的第一名 原来对自己非常没有信心 我们去给他报名打比赛 他就是不去 他对自己不信任 我们鼓励他 鞭策他 最终能走入比赛场面 到了比赛场门口 他都胆怯 他说别让我比 我没有那本事 最终我们鼓励他 没有问题 只要放下包 努力发挥 最终他取得了集团第一名 如今高凤林工作室有十几名徒弟 都是汉阶加工领域的高技能人才 由于高凤林技艺高超 很多企业试图用高薪聘请他 甚至有人开出了五倍工资 加两套北京住房的诱人条件 我听他一说 又有高薪 又有那么好的住房 我就心动了 但是我还是尊重他的意见 我就问他说 你想去你就去 他说我不去 我要在航天 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只有奋斗的人生 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 高凤林说 每每看到自己参与生产的火箭 把卫星送上太空 就有一种成功之后的自豪感 一种民族认可的满足感 这种自豪和满足 引领他一路前行 成就了他对人生价值的追求 也见证了中国走向航天强国的辉煌历程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人物故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